大家好,歡迎收看今集的天氣節目 我是李志豪 不知道大家下午出門口時是否覺得涼了一點? 原來一股東北桂後風正是逐漸影響廣東地區 為這一區帶來比較涼的天氣 所以下午的時候 大部份地區的氣溫香港來講都是22度左右 對比昨天同一時間,大部份地區都涼了3至4度 而我們預料今晚這股東北桂後風會再進一步令我們氣溫下降 明早早天氣會變得清涼 所以今晚知道Tag的詳細天氣預測將會如此 是大致多雲 早晚的時候會有幾陣雨 初時能見到是較低 明天的時候一早一晚天氣會變得清涼 而最低氣溫市區約16度左右 新界再低1、2度 而最高氣溫達到20度 風方面是吹和喚的北至東北風 離岸風勢清淨 再長遠一點的天氣 一起來看電腦預報圖 預料受著這股東北桂後風影響 只有那幾天 華南沿岸地區風勢都比較大 以及天氣都比較涼 所以我們的展望方面 是星期五一早一晚天氣清涼 而週末期間到下星期一 天氣會再涼一點 最低氣溫就約15度左右 而受著高空擾動影響 也有些雨影響著我們 最近氣溫的變化都變得比較多 大家就要記得好好保重身體了 今節的天氣節目我就講到這裡 祝你有個愉快的晚上 再見